如果說你要把自己的做好的東西 除了可以放在模擬器裡面跑 因為模擬器裡面有時候不保百分之一百 可以做出你要的樣子 那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載到那個 除了 就是模擬器之外 其實你可以放在手機啦 那手機當然你可以 就是我講過 USB插上去也可以輸出 那或者是說因為我有時候 很懶得再去 灌Driver幹嘛 那我就會用什麼 用這個上面有Build有沒有 這個Build裡面有一個叫Build APK有沒有 那未來當然你要publish 就是publish到那個Google Play商店的話 還需要去sign 就是要做一些 簽署的動作 比如簽署你是誰 然後你的 智慧財產權你宣告幾年有效 OK 當然你不能宣告太多 預設他是25年 那當然智慧財產權有一個規範 所以他要簽署之後再上傳 OK 如果說你不需要簽署 例子練習的話 你可以Build的這個APK就可以了 那Build完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 他會幫你把它Build之後 理論上這邊會出現 我看一下這邊 把它Build一下 Build之後 OK 他會自己幫你怎麼樣 跑完之後呢 這邊正常應該是 Build APK成功 而且會 產生一個超連結 Show in Explore 就是在檔案中間裡面 會幫你秀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 打開你的 你的那個 他會自動幫你打開 那你這個專案的APK就在這裡 那你只要把這個APK 兩個啦 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一個簽署 一個沒有 反正其中兩個都可以 寄給自己 寄到手機有沒有 然後呢 你的手機收到之後 點下去 就可以安裝了 所以我剛剛就把它安裝 所以我很多APK我就直接 先做好之後 自己傳給自己 反正Show一下 那其實未來很多 那你可以 多做一些練習 其實我覺得這些改一改 未來都可以用在 你開發APK上面 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你要做複雜的APK 不可能說一下子做得很複雜 你是慢慢慢慢慢慢的 增加一些些的強度 然後呢 把所有基本的 元件使用上去 所以今天我們大概最主要 也是按鈕 多增加了一個 叫Image Button 這個部分 那主要 就學會了兩個 最重要的那個 這個訊息 發佈的方法 一個叫TOS 一個叫Allen Dialog 這兩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將來無論你是顯示東西好了 那一定就是這兩個東西 那TOS 如果用預設的是MagTest 其實感覺 真的不太夠 真的 看到 MagTest真的感覺就很弱的感覺 有沒有 所以你這東西 盡可能 未來在開發的時候 請你盡可能把它改成圖 那怎麼改成圖 其實就是這一段程式 反正你就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裡面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 有一個 它的 它的位置 Sets Gravity 跟Sets 它的什麼 它的 View 其他的話 把它改一改 應該很快就可以做出 前提就是你要先去找一張圖 把它放過來 大概是這一切 那其他的話呢 我想 今天時間也差 最後呢 回去的話 因為後面我有一個證照題的延伸練習題 回去的話 因為跟我們這一題有點像 主要就是怎麼樣 請輸入帳號 請輸入密碼 再輸入一次 比對看看 如果比對對的話呢 那比對成功 如果不對的話呢 比對失敗 那其實主要是比對 兩次輸入密碼 到底 比不一樣 那這兩次輸入的時候 各位可以發現 後面因為我們用的Input Type 就是拖拉外說是選那個Password 有沒有 就是密碼 那密碼部分的話呢 當然 它會出現點點點 不過這邊有一個是什麼 顯示密碼 顯示密碼你打勾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上面 它會出現 我原來打的東西 AA OK 那這個叫做 Check Box 這Check Box 其實主要就是 當你打勾的時候 其實也是個事件 當你怎麼樣 Check的 所以它是一個動作 不是On Click 是叫做 Check的 被打勾的時候 那做什麼事情 去做上面的事情 把這個密碼 它顯示出來 不過Check的這個假證 你還不會沒關係啦 你可以至少 練習一下 那這一題是 證照考試的 110題 所以回去的話 如果有興趣 自己再會 玩玩看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4點整 OK 畫面先還給對一下 那試試看 盡可能可以把APK 看看傳送到你的手機上面 看到最後的完成結果 另外如果後續有時間 試做看看那個 我們的110題 或者是說 證照考試題目裡面 的第1類 有空的話 也許你可以先試試看 因為第1類 基本上 就是在考你 基本原件 是不是能夠很 容易的把它做完成 做出它要的那個畫面 跟所謂的程式部分 所以回去的話 你可以試做看看 也算是練功題 OK 那再來我們 再來就 我在 禮拜三 禮拜五 所以 中間會間隔 總共有大概 四天的時間 那 盡可能 這東西其實 一定要打鐵 要趁熱 而且要一次就做好了 做對 盡可能就是 如果你真的發生 那個R不見 我覺得如果你實在找不到問題 盡可能 再重新開個專案 有時候會比較快 快很多 但是 如果可以找到錯誤 盡量去找自己 為什麼犯錯的地方 今天先到這裡